江小白多的门店销量下降,山寨产品,同类产品竞相入局,专家称其发展全产业链的基础尚不稳。 7月28日,擅长市场营销,素有青春小酒之称的江小白,举行全产业链投资签约仪式,并确立今年单品突破1000万箱的小目标。 然而在经历五年高速增长后,江小白近期深线管理混乱,销售下滑等诸多正义。 新京报记者探访北京、河北、山东等市场发现,一些经销商、零售商反映江小白子年珠低加以来,销量便开始下降。 而大量房品牌,同类小酒的出现,也威胁了江小白的市场份额。 业内人士指出,目前江小白无论是产品积电还是消费者积电都不稳定,在发力就业全产业链的同时,尚难以估计产品与市场的深层次匹配问题。 经纪录部分门店销量下滑,今年1月,江小白对期下100毫升品和300毫升品规格产品进行提价。 其中100毫升装产品,在便利店取到价格,已从17人左右提到20人以上。 300毫升装产品,也在4000人售价基础上,提高了2到10元不等。 江小白对此表示,涨价元业主要系江小白,今年对全产业链投入了大量成本,导致成本上涨。 7月25日到28日,新京报记者在北京,河北固安,山东为方探访和询问11个销售点,包括社区超市,便利店,有水店及餐饮渠道。 商家反应江小白销量有所消滑,北京风台一位便利店老板告诉新京报记者,自提下以来,江小白销量变故及从前,购买江小白的大多都是年轻人。 不常喝白酒,价格这么高买的人也就少了,同样是小瓶酒,牛栏山的售价不到5元,卖得比江小白好得多。 沙东为方一位酒水店老板称,江小白近两年才开始卖,可能消费者还不熟悉,卖得比较少。 河北固安的一位店铺老板则说,由于当地人比较习惯本地品牌白酒, 所以该店没有销售江小白,今年6月就有报道称江小白酒在部分市场预浪,扩张,预见瓶颈。 在河北等地,已经没了2017年的火爆现象。 重庆经销商也对其未来保值销量不看好,有江小白内部人员也向媒体透露。 今年上半年江小白销量下滑严重。 7月29日,江小白方面对新京报记者会应是否认销量下滑。 称北京是江小白后路的市场,一些本土品牌都比江小白有时间优势,但销售额一直在上涨。 不过对于全国的具体销售额,江小白并未透露,仅称上半年继续进行着全国化的市场布局。 销量同比增长了一倍,完成量已经超过全年目标第一半。 处于良心的经营状态,营销专家陆胜珍认为,江小白在2018年遇得去到和品牌的瓶颈,与其去年以来的快速扩张、招商、涨价有关。 预估今年上半年江小白因快速扩张会给予经销商较大的奖励政策,而经销商因政策性囤货出现一定的压迫、存货现象。 模仿泛滥江小白受挤压,2011年,曾在金六福任职的陶石泉,创立江小白,因平身上打造的江小白营销与鹿,身受年轻消费者追捧,与杜磊斯并称为营销叶双雄,并称为青春小酒的代表。 资料显示,目前江小白不仅进驻到50%的全国地线级市场,还打进了法国、德国的20余个海外市场。 在江小白做大知名度的同时,青春小酒成为各类酒器紧追的品类,一时间模仿者层出不穷。 据报道,有媒体统计,目前一四山寨江小白的酒厂和品牌多达三十余家,如江小白、滕小白、江中白、江山白、江川白等。 此外,一些知名酒企业推出同类产品抢占市场,如杨和的杨小二、狼九的小狼九、鲁州老叫的鲁小二。 新京报记者近日在淘宝平台搜索江小白,也同时发现贺小白、小江白等类似品牌。 其中一款名为鱼小白的小酒,鱼江小白集为类似。 生产企业标称沙东云小白酒业有限公司,平身包装也亦有一些预录,售价比江小白低很多。 比如,云小白100毫升,折合单价仅14.5元,而同规格江小白售价在20元以上。 据了解,江小白也对云小白申请的系列商标提出了异议。 而山东云小白酒业有限公司,则在今年5月13月举办说明会,认为江小白的行为对云小白造成伤害。 新京报记者还发现,出山寨品牌半来晚,部分江小白甲酒也交为猖獗。 一位酒水销售商向新京报记者表示,自己销售的是高坊江小白酒,24瓶100毫升香,售价为120元。 而同规格江小白正品,仅12瓶装的售价,就达到198元。 在朋友圈,该销售商一直使用江小白的名称,对产品进行宣传。 所发布的产品图片也与江小白别无二致,每单交易金额多达上万元,少人也有几千元。 对此,江小白回复新京报记者称,对于山寨产品,江小白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跟进处理。 目前市面上甲酒数量极少,江小白对质甲瘦甲铃容忍。 中国食品产业研究员朱丹藤认为,一款产品如果假货,山寨品斑滥,会造成消费者对于该品牌的信任度降低。 认为该品牌品控不严,对小酒市场整体发展也不利。 很难将小酒这一品类作大,内部管理招供病,除外部,麻烦不断外。 近期江小白的内部管理问题也受到质疑。 据报道,江小白在组织架构上,分为八大中心和十二大部门。 管理这些部门的,都是江小白董事长陶石泉的家人和亲友。 如陶石泉的妻子,目前掌管财务中心,妻子的哥哥也掌管着另一部门。 江小白对此解释称,管理混乱,是对江小白的误读。 这些人当年不计条件加入公司,江小白不但不回避,而且要长久善待他们。 不过,一位接近江小白的业内人士指出,江小白从单一的品牌运作,到目前发展全产业链模式,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不足,这并非一时可以解决的。 朱丹鹏也表示,从目前来看,江小白内部阅明,及薪酬体系存在一定问题,管理一定要紧跟巴胆的脚步,不则有百害而无益力。 作为网红小酒,江小白一直被业界认为中营销轻研发。 江小白称,产品投入非常高,营销成本和销售费用占比非常低,但并未透露相关具体数字,被指后期不稳或影响全产业链。 在营销达的极致后,如何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营收,也考验着江小白。 有业内人士认为,江小白酒凭借营销公式,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,吸引的主要是年轻人。 但年轻人对白酒的忠诚度较低,后续购买率会下降,这将对江小白的业绩增长带来不利影响。 在后绩不稳的情况下,江小白将面临更多问题。 2017年1月,江小白就业生产基地,将继酒庄二期工程开建,规划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,投资规模5亿元。 2018年5月3日,江小白宣布收购重粮酒一有限公司70%股权,成交价为7813万元,同时受让重粮相关类别注册商标权。 扩充产能的背后,是江小白抓住要酒醇产业链打造的愿景。 今年7月28日,江小白董事长陶石泉,在江小白全产业链投资签约仪式上说,江小白高量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,和江小白酒业集中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的兼署。 将使江小白继续扩大产业链的规模,主演于未来建立更强大的优质生产能力。 今年,江小白就业的小目标,是搭品表搭品突破1000万箱。 陆胜珍认为,目前江小白的产品积淀,消费者积淀都还不稳定。 在后期不稳的情况下追求规模,可能会让江小白无法过多顾及产品与市场匹配的深层问题。 江小白要正确处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的关系,把握好时速临界点。 另外,江小白因考虑年轻消费者可能出现了断层问题,在产品结构上进行必要的梳理规则。 江小白对新京报记者说,专注于年轻人群体和细分市场,是江小白的路线会长期走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